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第三段里 用40个字写透了凄凉 而到了第四段 他用了14个四字短语 写出了一个喜气洋洋的画面 词汇特别优美 还是我说着您数着 智若春河景明 波澜不惊 上下天光 一避万寝 智若跟上一集的若福是一个意思 都是既引发议论 又告诉大家 后边的景象都是虚构的 春河景明说的是春风和煦 阳光明媚 后三句写的都是洞庭湖 湖面风平浪静 什么叫上下天光呀 水面上是天空的倒影 天光水色焦香灰映 一片碧绿广阔无际 这个碧绿写的是景色 不要联想到爱情 沙欧祥吉 紧邻游泳 暗指听蓝 郁郁清清 这四句写的都是 依水而生的小动物小植物 响吉是两个动作 这些沙欧有的时候飞起来 有的时候停下来聚在一起 游泳也是两个动作 那些漂亮的小鱼 有的时候浮上来 有的时候潜下去 游来游去的 暗指听蓝 说的是暗上的香指和暗边的香蓝 香气浓郁长得很茂密 我在黎骚的视频里跟大家解释过香草美人 也是在黎骚之后 文学作品里就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香草 到这儿写的是白天的洞瓶湖 那晚上呢 而获长烟一空 浩月千里 浮光月金 静影沉蔽 鱼歌护达 此乐何吉 长烟一空 就是漫天的烟雾都消散了 守得云开 见月明 月光照耀千里 这跟上一段的日星引药 就完全不同了 浮光就是湖面上的波光 天气晴朗的时候 月光照在水面上 是金色的 静影沉蔽说的是什么 月亮 月亮的倒影 静静地躺在水里 就像一块碧玉 这样静谧的夜晚 渔夫们互相对歌 这是多么的自由快乐 这个时候再登上月阳楼 登丝楼也 则有心旷神仪 宠辱邪望 把酒临风 其喜洋洋者已 快乐呀 心情特别好 那些荣耀啊 屈辱啊 都忘掉了 端着小酒杯啊 吹着微风 整个人快乐的 不要不要的 您觉得 范仲淹的理想状态 是感激而悲 还是喜洋洋 都不是 他写这两段 是抛砖引玉 要演出的是最后一段 也就是明天的内容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我已经是很轻易了 是最后一段 是最后一段 的这段 我们去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